大家好,感谢收看三老大师为您带来的多团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4年的ESRM博明汉战淘汰赛败者组第二轮的比赛 由IG对战OG仅存的一支中国战队 来看一看这场比赛IG会带来怎样的一个表现 来看一下快速过一下双峰的阵容 OG这场比赛拿出来的是一个大柯位的TA 然后中单那边拿了一个大柯位的风行 抱歉这个中单的TA 然后在三号位的位置上放了一个马尔斯 光法则是去打了一个四号位 五号位是SEB他的绝活谜团 虽然说是五号谜团 但是由于SEB这个选手 他的这个绝活谜团确实是有点厉害 这样比赛IG的阵容是中单蓝帽三号位穿战甲 大哥位又是拿出了 昨天和XG比赛当中表现相当不错的 这个蚂蚁 好蚂蚁的是一个蝙蝠骑士吧 应该是 然后四号位小精灵去跟着这个穿战甲来 展现这样的一个分路思路 那么下路这块小精灵被谜团 这里给了一发增悟 哦这里风行一根穿战箭过来 掩护想要给一波伤害加减速 但是好像我看这是没有射到啊 那么这波小精灵被消耗的比较惨 迷团的这个增悟这个技能 现在他的整体伤害真的还挺高的啊 你跟迷团对A的话 一定要小心这一点 刚好的大叔这里就开播了 今天正好赶到家了 赶到家一看时间这个比赛刚刚好 BP结束 咱们就正好可以来进行一个直播 小精灵没跟着蚂蚁 我是没想到的 昨天也没有 昨天也没有 昨天也是小精灵去打的一个四号位 然后跟着三号位的英雄 在烈士路战线 昨天是个大鱼 三号位的大鱼 这场比赛呢 从阵容来讲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两边的控制点 输出点 以及节奏点 都是哪些英雄 OG这个阵容 他的输出点呢 是主要是风行跟TA 也就是一二号位大哥 这里面呢 又以TA为更主要的一个输出点 换言之 OG这套阵容 他在游戏前期 在经济 大家都没有太多经济的一个情况下呢 他的作战点位 其实是要比IG稍微多一点 IG的这个阵容的话呢 由于小精灵几乎没有输出 编壶骑士这个点 作为一个五号位辅助的话 他能够提供的输出呢 更多是一个 怎么说呢 骚扰向的 在团战或者说小规模的干客的时候 他更多的还是依赖自己的大招 这样的话 输出的任务就完全给到了中路和 三号位的穿战甲这几个人身上 蚂蚁在前期的这个参团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 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刷钱 所以整体来说 前期感觉IG这个阵容会稍微有点缺输出 要看穿战甲发育的怎么样 穿战甲发育的足够好 然后蓝猫这个点发育的足够好的话呢 前期的一个输出应该说还够用 应该说是够用 OG这套阵容的话呢 他的大哥位是一个风行 主发育点是中单的这个TA 马尔斯光发 迷团 迷团的输出能力呢 稍微弱一些 但是马尔斯光发 以及风行这几个英雄都还不错 所以前期的输出感觉OG这个阵容的输出会更足一点 后期的话两支队伍这个中期开始 两支队伍的这个输出方面半斤八两 节奏点的话 OG的节奏点主要是跳刀的马尔斯 以及这个风行去找风行这条线 或者是反过来风行去找这个马尔斯这条线也可以 然后IG里面 中路这里要找一个单杀 看一下本子马引伸 转身给一下 反杀掉了墨雅 这边本子马这个有点秀啊 这个魔伴还在扛 这边走不掉了 光发这边给了一个智王智王 想把对方推走 那么没有能够救下来本子马 但是派和谜团的小谜团合击 完成了对于小灵灵的一个收割 那这样的话两边是打成了一波 两边这边是打成了一波 一换二 一换二 那么 OG这边比较赚 OG他中单等于是先拿到了人头实现了反杀 然后呢队友这边又收掉了一个支援过来的小精灵 整体来说很赚的一波 打完了几波以后呢 大家集体打赏了一下这个墨岩啊影响一下墨岩的心情 OG的这个就是云轮盘也好打赏也好这种嘲讽我个人不反感啊这个为什么像 像是这个Falcon 方法溜达过来以后游戏时间现在五分半啊 马上刷这个智慧神服 马上刷场金神服以及河道的这个神服最后宝宝卡这里还是打掉了这个眼 打掉这个眼那么马上到六分钟两边的酱油位都是开始往河道这边走 从人数上来讲 O这边来的要多一点 因为下路的谜团也过来 方法这边一个波推过来 这个销兽还是被编乎骑士给烫子了 六分钟的神服马上刷新 这边刷出来 哎呀还是被X-1这边拿到了呀 X-1很机智的抢到了神服以后 果断利用这个神服一张TP 中路谜团手里边是有一个增悟的 五级蓝猫卡了一个蓝猫没有到六 方法这里一个波过来 三轮合击上去 还有小谜团小精灵过来救 nice 波波卡这波利大功啊 落下来以后利用自己的连线 把蓝猫给救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蓝猫没有被对手击杀 可以找结合混六了 再加上这场比赛是一个精灵蓝猫的二人组啊 精灵蓝猫这个二人组的话呢 可以保证蓝猫的发育节奏 LTK以前的嘲讽方式你怎么看 LTK的那种嘲讽方式 就是我个人其实我个人啊 我不是很喜欢好吧 但是这个东西呢 规则没定啊 规则没有规定 他就 他就无走位 这是绝胜局了吗 这个只是BOO3的第一场 败者组如果从大分上来讲的话 败者组的每一场比赛都是绝胜局 出了都会回家 现在面包超人老板的好多个能牌啊 这TA无解肥是不是一刀一个 TA这样比赛无解肥的话 确实有点麻烦 道理的话确实有点麻烦 我猫不动了啊 我好像忘了开了 TA现在在前期的一个发育节奏来说的话 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梦幻级的发育节奏 前期反杀拿到一血 然后再加上自己现在的一个发育节奏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骚扰 基本上是一个TA的梦幻节奏了 但是本子马这个30级太斗绝活TA 战斗力确实强额 莫奈这个位置 等到了穿上甲过来 漂亮 这样的话给拿一个人头 这个人头让给JT吗 让给JT也不是不行 也是一个主力位 拿到就行 这个如果有走过来的是一个中单穿上甲的话 这个让中单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三号位的话 其实无所谓 让不让无所谓 就这么个选择 丫丫屁尾的屁股 需要有所需的 莫兰的屁股 大约的屁股 额尾的屁股 有佛兰的屁股 丫屁尾的屁股 丫屁尾的屁股 丫屁股 dia的发育速度却有点挡不住 而且对方的风情的节奏也并没有断 马尔斯的经济虽然看似位置排在第五 但实际上跟对方穿人甲 还有中单的蓝猫的经济基本是持平的 精灵带蓝猫的话 精灵出魂剑了没有啊 没有出魂剑 这个精灵带蓝猫既没有魂剑也没有秘法 这不对啊 蓝猫这边直接飞过来看一下 谜团大招攥住两人 蓝猫直接被秒 这边谜团居然放大招的时候 还有时间打个云轮盘嘲讽一下 就是敌服 风情这个地方大招选择给到了这个车上面 然后一直靠着自己的走位 他也在追着这个JT在给输出 这里一根穿运剑打上去 还要再往前追吗 蚂蚁开始给输出 直接开风波往回撤 JT的血线非常非常的低啊 这波 这迷团这个大招拉的确实有点漂亮 不得不说 不过这波打完了以后 其实从损失上来讲的话 两边是差不多的 这波打了一个二换二 两边中单都被击杀了 然后都是中单带一个酱油被击杀 但是比较亏的是什么呢 比较亏的点在于对方的中单拿到了本方中单一个人头 而本方中单是第一个被击杀掉的 等于他没有拿到任何助攻的这个经验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还有一个点就是IG的这个小精灵啊 他这场比赛既然没有选择全程跟着这个三号位 而是选择花了很长的时间跟着自己家的中单蓝猫 那么至少这个秘法鞋或者魂戒 这两个其一你要做一个 甚至两个都做都没问题 这个料没有抓到 或者是蓝猫自己出个秘法鞋 这个也可以 蓝猫秘法或者小精灵的秘法魂戒 这个一早要有 至少你要有其中一个 然后这样可以保证蓝猫几乎有不限的蓝 然后不停的去打架 不停的去刷钱 不过上一波呢 TA的节奏被断了一下 断了一下的话 蚂蚁来达成了一个收割节奏 他的经济还不错 只不过蓝猫这个经济这么差的话 这个节奏点确实是有点捉急 因为穿山甲想带节奏的这个难度 有点略大 这块对方是利用一个小的狗头铲子 挖出来的那个狗头人 来这块骚扰了一下存远骨 TA过来清掉两波大爷 然后再清一个远骨 这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快啊 蚂猫现在的经济呢 排在全场的第六位 蚂蚁身上的雷锤现在正在坐 手里面是假锤 摘一个门声枪 莫奈亚的这个蚂蚁刷钱速度还是挺快的 别的不说 AD输了这个BO3就没有直邀了 好像OG也是 后边还有一个梦幻联赛第23赛季 那个比赛很像是如果 那个比赛我不知道IG没进去 IG如果进去了的话 拿个冠军应该还是有希望吧 不过我没看那个 现在的整体积分数量 感谢专业解说瞎喷的老板的舰长 欢迎老板上见 感谢浩德若浩斯色者老板的20个小花花 好这里抓住风行 风行车开工库 完全没有打开任何的输出 这里转身一个捆弱 马尔斯的毛也空了 蓝毛躲得非常漂亮 风行这里一根圈一键上来以后 接着往前飞 Whisper这边手里边是没有技能的 小精灵直接大招结束 把蓝毛带回去 风行这里还在追啊 风行这里手里边有捆没有 风行手里有捆没有 有一个捆但只有一级 另外一侧TA这边是抓到了一个GT 有迷团这块大招直接钻住 一个长毛出去 波波卡呢 风行还在往上跟 那个波波卡的连线刚刚用完 对方就仗着你这个连线 刚刚用完这个事情啊 一直在风潮的追击 马尔斯的这个大招给的位置也是相当有意思 直接用墙覆盖住了对方的防御塔 这个防御塔无论是往哪个方向打都要撞到墙上 而Whisper则顺势过来去拿到了14分钟IG的这个经验神符 游戏来到14分钟人都是7比4这场比赛IG前期劣势是比较大的呀 这个有点像昨天IG打XG那个前期的差距了 只不过这场比赛劣劣势的一方是IG而已 昨天三场比赛劣势的一方都是差距 大老师什么数据 大老师目前给到OD的胜率是80% 这场比赛SAB他的谜团打的确实是好 就是我在给大家找素材的时候 天经常能看到SAB去打这个谜团 三号位和五号位的谜团都有 确实他的谜团下线特别高 他的谜团属于是我 我经常在直播间或者说在解说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那种 就是你不要省大 你这个大招攥在手里不放 跟你放空了 没有任何的区别 要省这个大招 他的这个谜团 你看他大招每次 他第一个是不省 但是他能够在不省的基础之上 还能做到非常的精准 位置非常的合适 而且也非常精准 时机把控的也是刚刚好 这场比赛到目前OG能够拿到这个7比4的人头数 跟谜团这两个大的关系有很大 谜团两个一共到现在为止放过两次大招 这两次大招都成功的让队友击杀掉了蓝猫 这个蓝猫的节奏起不来的话 对于OG而言就相当于是IG没有节奏点 因为IG的蝙蝠骑士 他是一个辅助位 再加上这场比赛 从蝙蝠骑士现有的经济来看的话 咱们大家能肉眼可见的就是蝙蝠是没有人给他让这个经济的 我们中国战队近期很多的时候比赛我们看到这个尤其是中国战队的这个蝙蝠骑士 前一段时间我还在解说的时候提到过 全世界用四号位蝙蝠骑士最好的就是中国队 而且几乎每一个中国队的四号位蝙蝠骑士打的都很好 就是因为中国战队会在游戏的特定时间给蝙蝠让经济 而且甚至屯的远骨都会给这个蝙蝠骑士去刷 刷完了以后呢 蝙蝠骑士可以做到像三号位蝙蝠骑士一样 时间去拿到跳刀来出来带节奏 这个就非常的厉害了 但是明显这场比赛呢 IG的这个蝙蝠骑士他是一个五号位 四号位是小精灵 五号位是这个蝙蝠 所以在战术的地位以及经济的分配方面的话 这个蝙蝠骑士就排的非常靠后 所以现在呢就不能指望这个蝙蝠骑士去带节奏 他打不了先手吧 没有跳到打不了先手 蓝猫的经济很差 他要补经济 只有一个三号位穿山甲去找人 然后小精灵带着蝙蚁过来的话 这个战斗力又确实太有限了 还有随时面对对方 你看就是这个家伙 就是这个家伙 随时去面对对方一个谜团的威蝙 对线的劣势 还有就是说你可能某一个很小的失误 在职业比赛里面 就是太容易被放大 感觉中国队在对线期都没有优势过 只能说最近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吧 中国战队确实在比赛当中 对线期拿到优势的时候比较少 这位蓝猫直接飞过来 马尔森大招反打 这个爆发太高了呀 蓝猫瞬间被秒 然后插脑啊 这里被对方马尔森一个装 也直接带走了 两个陷阱 再炸一下一个沉没 完了走不掉了 光法里边一个波波过来以后 JT的穿战甲也被对方直接击杀 这样的话对手四号位的这个光法 拿到了一个双杀 光法甚至还把自己的这个回篮丢给了风行 行这个风步加上他的穿衣键 有了光法不停的给他刷CD和回篮 这个实在是太爽了 从这场比赛的出装来看的话 我感觉IG的小精灵啊 他其实是没有想过去拉着中单的 他们的想法应该一直就是让小精灵 去跟着三号位 然后到了中期转跟蚂蚁 他们应该是没有想过去让小精灵 去跟蓝猫 因为他们这两个人的这个出装 就决定了小精灵跟蓝猫一点意义都没有 甚至是一个副效果 他只会耽误蓝猫升级 不会给蓝猫提供任何有效的一个提升 也就是说我没有看这个BP啊 我当时进来的时候 刚到家进来的时候 这个比赛就已经进入到远战当中了 我没有看到BP的顺序 但我感觉这个蓝猫可能是比较靠后选 A现在手里边跳刀暗灭猫 蓝猫这里抓到了一个谜团 谜团这里给上一发增悟 看一下扔了一个凋零 队友都在打入山啊 确实没有人能过来帮忙 真不是其事啊 在远端想骚扰一下对方的打盾 然后过来抢个肉山盾这个应该是 但是被对方提前过来给定住 完成了一个击杀 小精灵飞回去 这里 这是 是飞回去的吧 飞回来以后被马尔斯和光伐两人就抓到了 他说IJ还能翻吗 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只能说这个阵容是具备一定的烈士翻盘能力 但是呢 结合对手的阵容来说的话 这个翻盘的满度有点过大了 优势局的谜团加马尔斯 双团控 而且对方有一个经济很不错的光法 待会有可能会是一个跳舞球 加马尔斯大加谜团大三团控 这个三团控 加上IG的这个阵容里边 没有什么不是谋免的控 就编入其实是一个拉 但是这个蝙蝠骑士的拉这个东西呢 想去拉谜团的大又有点难 有点难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场比赛翻盘的难度有点略大 就是说如果蝙蝠骑士现在身上已经有一把跳刀了的话 然后他现在身上还能再有半个推推 注意是半个就够啊 不用马上来推推 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这里又水马尔斯车加上帮法两个人留住了猫 哎呦这伤害呀 太高了 能有半个推推 然后给这个蝙蝠骑士一点空间让他把推推做出来 那么手高的话是可以守住一两拨了 那么通过守住的这一两拨高地拖出来的时间 大哥为把经济往上追一追呢 这个比赛他就有些希望了 但是他现在只有一把跳 只有一把跳意味着你上去攥住这个人回不来 你来不及往回走 对方的点控的数量并不算太少 而且现在对手这个是TA带盾在上高的话 那你把这个TA拉回去 对方也不是很虚 看看兵分骑士尔拉 这里复灵索 混住 然后直接反打 TA开启自己的折光 第一条命还是被打掉了 这样的话第二条命站起来 其实是没有折光有点脆的 看到马尔斯直接选择开启三技能 谜团大招拉的位置一般般 定住了穿人甲 风情还在给输出 这边再给一根穿人剑 还是没打掉 蓝猫剩一点蓝量飞回去 漂亮 这个高地勉强算是守住了 守住了 守住了 而且对方的TA被击杀掉了 这里可以再留一个谜团 再飞出来 有着蓝猫飞出来以后 被对手直接给到了一个沉默呀 这个子愿的光法 四号位光法 紫愿加上一个冰猫皮毛太有钱了 还在追 这里边看一下 散尸给到了Whisper Whisper 转身 给上一个毛 加一个大招 顶住 然后自己走出来 又一根穿云剑带走了JT T-Milo这里过来以后 吓唬一样对手 但其实主要是 给自己的队友争取一个时间 往回撤 还行吧 这波还行吧 这波OG其实已经是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了 就是TA在被蝙蝠骑士拉了以后 他第二条命站起来的时候 没有折光 他第一条命那个折光 其实不应该给的 IG也算抓住了对方的这一轮失误 大家贴在等自己的BKB 没有肉山盾的话 做一个BKB 他这个比赛 可能还要再往后打个 防猜一手十分钟吧 防猜一个十分钟左右 这场比赛后边会发生的事情 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预期啊 就是IG现在 他们去抓人的话 投入的这个兵力 可以说就是五个人 因为小精灵那边可以带�蚂蚁随时飞 但是这个位置又是对方一追着陷阱 这里陷阱炸一个城堡 马尔斯大招框住 大家一个短一个矛 哎呦又是一顿连扣 直接秒掉了 猫加上棉拂骑士 小精灵带着蚂蚁 看这个情况不对 压根都没有往过飞 但是这个位置又是对方一追着陷阱 这里陷阱炸一个城堡 马尔斯大招框住 大家一个短一个矛 哎呦又是一顿连扣 直接秒掉了 猫加上棉拂骑士 小精灵带着蚂蚁 看这个情况不对 压根都没有往过飞 那么本子马这里再往上追 这张TP回不去这应该 应该是回不去的 这个慢说对方有一个长矛能断 没有这个长矛 就光靠爆发都能打死 这波上高 这波上高 我想想啊 20多秒 这波上高能守住 这波对方没有盾 应该是 能守住 或者对方有可能会选择 破掉这一路以后撤退 然后呢 对方结束这场比赛 如果说这场比赛能赢的话 结束比赛的契机 应该就是下一个肉三盾 连马尔斯跳过来 长矛盯定住 转身再给一个收缩 迷团直接拉大 这边蚂蚁也被秒了 如果蚂蚁也被秒了 的话就有点难受了 这个下路高地要白给了呀 有一个塔房 要开吗 还是守第二路用 守第二路了 一路的开悟都是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啊 这波等打完了以后 我回看一下之前的那波 悟开悟的位置 说小精灵过来救一下 祠愿 马尔斯过来又是一个大招 崩行 给大蓝猫再次被秒 马尔斯回头一个长矛 定住小精灵 两人被击杀 但这两个人都可以买活 马尔斯又是一个端带走了 对方蝙蝠骑士 蝙蝠骑士在被击杀以后 两路来着直接 就26分成两路了 对方这个阵容 确实拆的也是有点快 蝙蝠骑士选择了买活 对方这边选择了强拆基地 强拆基地的话 这两个迈牙卡的战斗力 还是有一些的 这波只要ID自己不出来的话 对方应该会选择回撤了 因为肉山盾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回看一下刚才的这一波 开悟 我们来看一下开悟的位置和期间 有一个陷阱 真的就是正好 大家可以看现在小地图啊 我们看不要看大地图 我们看小地图 小地图这个地方 正好出现这几个人能看见 然后一波开悟 正好是在这个陷阱的 极限视野范围内 开的悟 他说今天拨几轮 今天 拨两轮吧 如果IG赢了 我试试能不能熬得住三轮 如果IG第一轮输了的话 咱们就拨两轮 28分钟落后两万一 再加倍对方破两路 那对方在等一个肉山盾 等一个肉山盾 跟我预测的整体的时间 可能差距不会太大 刚才预测的这个时间是在 大约20 23-24分钟的时候吧 我说大概还有十来分钟 可能结束比赛 不过这个肉山盾的时间比较早 比较早的话 可能会比我预估的这个时间 再早一点对方应该会拿到这个肉山盾 之后就路去上高了 最后一路的高地 从防守来讲的话 IG目前的装备和经济 我不认为他能守住啊 不过这个主动过来进攻的这个位置 看一下啊 有很多的陷阱 这个周围有很多很多的陷阱 TA在这打野 这边边蝙蝠骑士 抓到的是一个蝙蝠 抓到了一个蝙蝠 抓到了以后 OG居然是选择开悟过来抓一波人 然后再打盾 不到30分钟的时候 拿到了第二个肉山盾 这个肉山盾拿到以后 风行身上带一个奶酪 然后TA带盾 泥团手里边还有一个大招 马尔斯手里边也有大招 马尔斯跳刀BKB 加上撒弹 泥团的话则是BKB 梅肯阿托斯 这输了 这已经不可能犯了 没有任何犯版的可能性 对方那个装备已经 已经是IG 完完全全打不死的一个装备了 完完全全打不死 打不过的一个状态了 蚂蚁开着缩地上来 扑顶锁 捆一下 那么对方就再往回走 接着上来继续拆 OG打的还是比较克制的 因为游戏时间现在30分钟 虽然他们的装备领先对手很多 但是还不能做到说 好几个人一起上高地 无知商区硬顶 用马尔斯这个长矛正了 蛇精灵过来 想救没有救到 迷团大招拉住蓝猫和马一双大哥 右边直接秒到GT 三大哥被瞬间秒掉两个 蓝猫开着BKP飞回去 两个被秒掉的大哥 果断选到了买活 穿上甲开车过来撞一下 本子马身的肉汤盾交掉 第二条命站起来之后的话 他还有一个跳刀能出来吗 没出来 开车光 看一下迷团给了一个阿托斯 然后再反杀本子马 漂亮 本子马这波被莫大开着BKP 强行点死 炎死之后马尔斯也被留住了 光把直萌之光给一下 BKP他转头的方向错了 把自己当刚被兽了 拿屁股冲着对面往回走 那这个上路的高地呢 在买活了双大哥之后 守住了 打掉了对手TA两条命 感觉本子马这个TA 他的 我怎么老感觉本子马 是不是他不常带盾啊 他是不是这个肉山盾经常给别人 他自己不怎么带 他这个对于盾的把控第一条命的一个价值的判断 总是有一些问题 上一次是临死之前开了折光 这次是第二条命站起来没有BKP 他每次都会把这个肉山盾给浪费掉 几乎是浪费掉的一个状态 完完全全站起来以后 就是白白被对方打了第二条命而已 打也干不了 封形直接一个福灵锁捆住 波波卡利用自己山上的身外 波波卡都蹦了一下 但可惜开着封咕咕的封形跑太快了 这波单杀掉了波波卡的小精灵 46秒 对方是不是要继续去推这个上路的高地 我觉得他们没有盾的时候打的还更好一点 看看这里 哎呀被单杀了呀 对方咱们在上路继续上这个高地也穿着 开车马尔斯开起BKP也穿着 对这个车撞在墙边上了 蓝猫买活以后出来 结果谜团这边直接BKP开起来 小精灵也选择了买活 看看小精灵连一下马尔斯大招框三个 蓝猫看起BKP往外走 小精灵买活瞬间被秒 大招都没有机会开 对方这个可以直接拆掉第三路 比赛应该是结束了 应该是结束了 这边再出来荣耀一波 兵出骑士拉住漂亮 带走了对手一个TA 但是现在风行的输出已经起来了 马尔斯给上一个长矛 再加一根穿链 两个技能都被蓝猫躲开 蓝猫这波并没有被对方的 远距离的技能给打死 但是已经三路超级兵了 这又是一个复停锁 一根剑 穿人甲利用自己身上的莲花驱散掉 然后转身给了一个戳 Whisper这个选手 还是得给他拿一些这种 就是有一定刷钱能力的英雄 作战和刷钱能力强一点的英雄 之前给他拿一个黑钱 给他拿个黑钱也就算了 然后还经常自己的队伍 这个人员搭配也很有问题 英雄搭配很烂 拿个黑钱就没输出 然后搭的英雄也没输出 看下这波穿人甲开车过来 然后呢光法这边已经跳舞球了 跳舞球留一下 穿人甲的这个车要看一下时间 风行已经给大招了 这里给上一个减速出来以后 复灵索 阿托斯先给一下 马尔斯的大招又是狂住了四个人 我的天 一个刀 刀到对方所有人以后 这里光把一个波波过来 又是一个复灵索 捆住 蚂蚁这个地方走着 光把这个波推过来 那确实是跑不掉了 就执意 更坏的是 对方这帮人一边在这儿打团 一边在这儿打魔方 然后仗着他们自己血比IG的人多 这用魔方应声上也魔药了 不老心 好吧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结束 LOG确实是积高一筹 从整个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 实实在在的积高一筹 拿下了比赛 好了那让我们稍日休息 一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看看IG有没有希望能够搬回一场 我是桑王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